而说到元宵节提灯笼也能很环保哦 台中市西屯区清洁队是发挥的巧思 将资源回收来的宝特瓶盖来大改造 制作环保创意灯笼120个 将18个缤纷色彩的瓶盖串成了一盏盏的灯笼 既吸睛又讨喜 即日起到2月4号会挂在资源回收车上 让民众可以来免费索取 元宵节提花灯也能很环保 来看到西屯区清洁队制作创意花灯 让民众贬费索取 一盏又一盏的灯笼在黑夜里闪耀着光芒 西屯区清洁队运用资源回收来的宝特瓶和瓶盖 制作环保创意灯笼相当细精 因为每天看我们的那个回收的东西真的很多 其实都还是很可以利用的部分 丢掉真的很可惜回收就是资源 然后刚好都有想说节庆嘛 就有一个硬结的那个气氛这样子 所以就想说利用这些回收的瓶盖啊 还是宝特瓶回收的东西都有可以运用上 回收超过2000个瓶盖 清洗打洞一个接一个串起来 18个围成一圈 共制作了120个 缤纷色彩相当讨喜 中间再放进灯饰 环保创意灯笼就完成了 还能层层堆叠打造蛋糕灯笼 而另外在回收来的宝特瓶中放进玩偶 小猪蹄灯可爱又俏皮 今天起到2月4号会将环保创意灯笼 挂在资源回收车上 穿梭在西屯区的大街小巷 民众到垃圾时可以免费索取 用那个宝特瓶盖 跟宝特瓶来制作那个我们的 那个元宵灯会的灯笼 这个都是我们用回收的部分来做 这个我们灯笼的部分是给民众免费来收取 是在2月2号到2月4号这两天的部分 这几天来让民众来收取 还不错啊很喜欢 还蛮特别的 不过这个造型好像可以 为什么会这样不一样 它就是自己清洁队每一个人自己做的 真的啊手工做的 是啊 真的蛮特殊的 很有才华 一整串创意灯笼挂在资源回收车上 一起上工点亮黑夜 独一无二的环保灯笼 不仅赋予回收物新的样貌 也让热闹氛围照亮新的一年